各位好 欢迎收看财经演绎 能源紧张是全球共同面对的话题 而内地从7月底左右开始 陆陆续续出现了限电的情况 到底这种情况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对各行各业到底带来哪些影响呢 我们非常欢迎今天行业嘉宾 来给我们分享观点 非常欢迎来自汇丰的李明翰先生 艾文您好 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王仁坤先生 James 欢迎您 谢谢您 说到限电呢 我们没有太多的切身感受 毕竟没有影响到生活在香港的我们 不过刚才也说了 涉及到20多个省市 是不是波及的范围也很大呢 James您有哪一些观察呢 对 我们发现这一次 限电省市波及的时间点比较早 对不对 去年其实我们也发现 有大概10几20个省市被波及到 其实其中被人拿来讨论的最多的 其实就是湖南省在去年12月底的那一波的限电 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在9月中到9月尾的时候 就有差不多12个省市出来 然后慢慢变得越来越多 那这个现象我们就觉得 当然是有几个不同的成因造成的了 你要说中国的这个总的这个发电的基数 基量到底是够不够 我们觉得说在过去20年之中 其实增长不少了 你要再往前推 在2002年的时候 其实也有12个省市 在不断地在这个 在这个限电 拉闸限电 当时的这个总的装机量 大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仅仅只有大概3亿 3.6亿兆瓦时 千瓦时左右 但是现在这个2021年了 我们已经有21亿了 但仍然会出现这种状况 我觉得主要的一个问题 倒不是完全是因为 这个煤价的上涨太快 而是这个新能源和普通的 这个热煤发电的这个能源 两者去融入并网之间的 这个比例以及时机 好像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对不对 对 这个我就跟James那个也是 很大部分都是非常认同的 就基本上首先去了解一下 现在我们面对这个限电问题 是来自于哪里的 就综合起来 就基本上我觉得是 主要是来自于那个 高用电量 那个高煤价 在那个国家控制能源 稍后的情况下所产生的 就比如我们现在 先看看这个煤炭的情况 现在那个东里煤 就是用来发电的那个煤炭 价格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高位 看期货价格真的一天一个样 现在稍微跌下来点 稍微好一点 对 已经超过两千块一度 对 已经同比上涨了要两到三倍 这样子就非常可怕 但怎么做成呢 其实这个煤炭 中国是一个煤炭大国 对吗 就是问题是为什么 煤炭会真的那么贵呢 其实在过去五年 六年 国家就对于环保 做了很大的要求 所以很多的小煤矿就关停 而且现在大煤矿呢 也没办法在核规矩的情况下 把产能做上来 因为那个也是要过程 大煤矿去扩产呢 也是要时间 也要达到很更高的要求 所以像 而且就因为反腐等等的一些问题 像以前内蒙了 就一些绘世利代 也可以把一些煤炭 也可以生产 这部分呢 也给压缩了很多 所以如果我们看这煤 就是那个煤炭总的用量来说 其实过往那三到五年了 其实总量 以顿数来说 其实没有改变了很多 所以就做成一种 一个煤炭 作为一个勾不应酬 一个状态 所以煤炭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看电力市场 就刚才James也说到 本身中国这个 那个电力的结构 本身是有问题 电力市场是处于一个 半管制 半开放的一个状态 所以电价就没有办法 再有能力的这样子 去把那个电价了去调整 因为电价的调整 是完全是依赖于 那个政府的一个 这个监管 所以就在每一家 很高的时候 很多的燃煤发电公司 基本上在亏损状态 所以他们在这个情况 就不太愿意 在用电高峰期 把它把电释放出来 做成现在我们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从结构方面来说 James刚才说到 其实那个装机容量 其实是非常足够的 但是问题是结构有问题 因为中国那个调缝的能力 非常低 说比如那个燃气发电来说 占比是非常少的 对 我看欧美那边 好像主要就是燃气发电 这样的比重 还至少比中国高很多 对 中国可能那个占比 只有3%到4%左右 但是欧美 还有其他发达国家 包括那个日本和韩国 就燃气发电作为调缝 是非常有效 这个占比可以到2% 30%左右 所以这样子在中国来说 它只能靠煤电用来调缝 但这样子效率非常低 而且就在用电高峰期 煤价很高 要靠煤炭发电用来做调缝 它们可能就效率变得非常差 所以也做成那个 那个缺电缺煤的问题 就这样子出现 除了那个问题以外了 其实我们也觉得 现在那个缺电问题 是一个非常解构性的问题 除了煤炭 其实还有什么呢 就是本身电网的调配 也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比如你说智能电网 我说是能够沟通的 互动的一个智能电网 这个占比在中国来说 还是非常低 基本上是接近10%左右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就是由电力产能的省份 没有办法很有效地 去把电送到那个需要的地方 所以在那个配电方面 其实那个效率也是变得非常低 所以这样子一些的 那些结构性问题 就再加上了那个 这个今年的那个9月份 那个风资源比较差 而且今年的那个来水呢 也是不足 做成那个水电的发电量呢 其实也是同比来说了 就没有之前的那么强 就给那个燃密发电的 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做成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吧 是 就是说 多重因素夹击才导致 刚才我们说的这种 波及这么多省份的 一种限电的情况 不过Evan您有没有怎么观察到 这轮限电到底带来了 哪一些影响呢 对 有人讨论那个居民用户 我们当然看到 有一些局部性的限电问题 都在居民方面可能看到的 但是如果整体来说 这居民用电 其实问题不是非常大 都是比较局部性的 但是最重要影响的 我看的应该是中工业为主 尤其是那种高耗能的企业 比如水泥 钢铁 石化等等 它那个限电跟停产的问题 其实实际影响到 他们正常生产的过程 比如在白天用电高峰期 中午那时候 用电最需要 工业来说是最需要用电 他们给停产了 所以影响到他们这个产能 这个流程 也这样子也令到 那个原材料 做成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价格也同样地提升了很多 所以今年也可以看到 水泥的这个价格 也创了一些今年新高 当然也除了刚才所说的行业 在我们有关注比较多的 那些光复行业 其实上那个最上游的原材料 那个工业硅 还有那些多金硅的一些产能 也是因为刚才所说的 那个缺电限电问题的 某部分的一些产能也给停了 比如那个在江苏省 那些等等 这样子就做成那个上游的材料了 就变得非常不足 价格也提高了很多 这样子那个价格成本呢 就顺移到其他的板块 就中游的一些柜板 这个电池跟模组的价格 也同样地这样提升 做成了我们现在面对的 这个成本上升的那个问题 刚才我们也说到 情况有多严重 到底怎么影响 但事情什么时候才会慢慢地缓解呢 或者说这种 刚才您说到的一些制约的因素 似乎听上去也不是一时半刻 能够解决的 说实话 就是国家在最近那两个月了 已经出来了很多一些上关政策 去面对那个确定的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从电价方面 政府已经比如发改委 已经出了一个电价改革 我相信那个政策 应该未来希望 可以有效地把它体现出来 就比如那个在那个发改委 那个政策里面提到 就是那个在市场电 这个商下浮动的这个区间 就已经扩大到20% 很罕见 大家都解读说 对 对对 当然是这个过程 对不对 但是幸好就是对于那个 中供业就是高耗能企业吧 那个高耗能企业 就没有一个电价上限 所以在广西某些省份 也看到了这个电价的明显的 在9月份 10月份 真的有提升的不少 而且有某一些那些高耗能企业 那个电价已经上升了要50%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吧 这样子就等于让那个发电企业 尤其信用人参与在里头 可以把某一部分 刚才James所说的那个 比如那个光伏的材料的一个上升 把它能有效地这样 就这么转移到这个市场里面 这个也是一个进一步的空间 但是当然那个 我们再说如果再看得远一点 当然那个刚才所说那边 10月份就是比9月份还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在冬季来了 在12月份来了以后 我们的预算其实也可以 也猜想到 其实也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那个确美跟确电的问题 有可能会重新回来 所以这个问题就不能忽略了 好 那么限电的影响呢 这一节先请两位分享到这里 关于内地新能源转型 甚至投资的话题 我们下一节再继续聊 好 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 我们先来稍事休息 稍后来继续财经演绎 各位好 欢迎回到财经演绎 这关于内地限电的影响 甚至未来新能源的发展 还要继续聊 Apple想问问你 刚才说到了限电的情况 或者说这一轮出现限电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内地方面 还是比较依赖火力发电 这是不是也让大家意识到 接下来新能源企业的魅力呢 对于新能源 不管是发电企业来说 或者一些相关产业量上的公司来说 未来这种发展 会不会在政策上就有倾斜性呢 对 其实中国对于新能源来说 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这个事 就尤其从去年9月份开始 有了那个2030摊打风 206年摊综合的政策以后 其实新能源的发展就更加在 这个国家上来说就更优先 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个事情 当然那个风能跟碳能 其实过去那个装机容量发展 是很快 但是问题呢 新能源虽然是清洁 但是它从发电方面的 这个规律其实是不好预判 而且它波动性非常大 也是受到那个季节性 跟那些天气影响 所以如果逛靠那个新能源 去满足那个电力需求呢 光是这样子 其实是也不够 当然那个现在那个新能源呢 只占整个用电量呢 大概百分之十几左右 当然也有很多的那个上升的空间 但是呢 其实如果逛靠那个新能源呢 其实真的很不足 所以也是回到刚才James所说的 那个储能的必要性 所以国家最近在那几个月 其实在对于储能 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 去大力发展这些块 那当然除了储能以外呢 这对于整个电力的这个市场来说 尤其从发电到用户者 刚才所说的那个 那个树电 配电 整个产业链来说呢 其实也需要诱化 所以刚才所说 能够互动的一个资能电网的 那种能力 其实也需要比较的提高 所以这个一系列来说呢 其实对于新能源的发展呢 也不是那么简单 是需要很多东西去配合 你说到这儿呢 其实也想提一下 就是天然气这个事 因为天然气呢 其实虽然也是很干净 我们相信未来十年呢 用来替代煤炭这个路 那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要看是 40年以后要达到 那个碳中和了 其实对于那个天然气的用量 其实也有可能 在十年以后 甚至十几年以后 会面对一个天花板 因为你总不能 全部依靠于那个天然气 用来替代其他的一个花石燃料 那到底我们刚才 您也提到 就是碳中和也好 碳达峰也好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棋局 或者说我们整个新能源发展 已经到了一个怎样的阶段了呢 其实现在我感觉 还是刚刚开始的阶段 因为尤其最近刚刚 国家也出台了一个意见稿 就把那个非花石燃料 那个在能源的占比 就重新提出了 就比如在2025年 要达到20%的占比 然后2030年 要做到25% 这个那些目标都是 比我们之前的几年 能看到的就是比较高的 就明确地把风电跟光伏 这个发展路径 就定得更清楚 然后再到2060年 这个非花石燃料 要占到80% 这样子那么高 所以其实就等于说 后面就光伏跟 风电的一个装具容量 其实有一个 以翻倍的一个过程 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空间 在电价改革方面来说 其实这个如果一旦发展的好了 其实在其他方面 能配合到的那些电价政策 如果一旦到位了 其实会更加能够加快 新能源的这个发展 好 那我们想落实到投资 毕竟这新能源发展 我们普通的可能观众 也没办法采取太多 这平常看到一些 刚才提到的 不管是风电股也好 这与传统的火电企业 这股价已经炒上天了 当中到底这些投资逻辑 我们只看政策 或者发展方向的话 到底还有哪些 要注意的地方 背后有没有一些风险存在 我觉得就是火电 跟美一起上网上升 这个故事 好像怎么听都不大对 因为看它成本 其实没有办法转价 除了一些超耗能的 高耗能的产业 其实它最上 也就是普通电价 上幅20% 其实我们知道 刚刚iPhone也说过了 煤炭价格 按年已经升了 两倍到三倍 天然气价格 在10月份的时候 10月6号单天 我们去看一个亚洲 天然气指标 升了40% 所以这两个 我们都觉得说 你要是真的去炒 煤电的概念 我们觉得暂时 好像还有点过了 但是你要说其他的新能源 最近不是那么被市场所钟情的 譬如像光伏这个行业 其实我们觉得光伏跟风能相对而言 你要说水能 其实季节性太强了 很多进入冬天就枯水季 恐怕也不好炒 你要说风能的话 其实我们一向看的就 没有那么乐观 因为风能都不是特别稳定 反而如果我们去看太阳能的话 我们觉得太阳能技术 是比较成熟的 那艾粉你有觉得在投资的背后 有没有多少一点点的泡沫的感觉呢 或是需不需要 需要一点风险的意味 对对于关于你这个问题了 其实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就新能源整个板块 从运营者来说也好 从那个歇倍供应商来说也好 过往五年 它的平均顾值都是相对比较低 很多的运营发电公司 过往的五年 不说今年 就看以前来说 这个市占率都是低于一倍 而且它的固执 从那个市盈率等等 其实也没有其他行业那么高 因为之前大家担心 这个政策问题 可能对于这个板块的能见度 不是非常好 但是随着那个过往的 从九月份开始 到现在差不多一年时间 国家出台了很多不同的政策 去把相关的这些公司的 那个盈利的能见度 其实相对提高了不少 所以按道理理论上 固执是要提升的 当然也不否认 有些公司可能是上升了很多 但是其实从板块来说 也有很多公司 还是低于合理水平的 从固执来说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 定义去挑选某一些的公司 而且谈到刚才 James所说的那种 比如燃煤发电公司 而且一些传统能源公司 他们也在通过一个能源转移的过程 如果能源转移的过程 比如它未来计划的新能源占比 能够明显在几年以内 能明显提高 这个也是能把他们相对的固执 有一个re rating 那种固执提升的一个空间 是啊 如果传统的火电股 用新能源股来固执 那想象空间得有多少 我们普通的股民朋友 也可以当中把握一些机遇 不过刚才两位也提到 一个储能概念 这个方面我就更加好奇一点 因为储能我们平时可能听的 也不是那么多 最近慢慢港股市场上 开始谈论这些 两位又觉得在储能方面的话 我们这种发展的步步调 又是会怎么样的呢 整个发展速度 您觉得现在开始提到政策了 未来的发展空间 或者发展想象力会有多少 储能这个是我感觉上 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第一就是中国本身从电池来说 这个产能 其实也是面对了一个有限的空间 就是除了那个电池以外 那个抽出储能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用的事情 所以国家基本上在各方面 都在推行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那个事情从发展方面 投资方面还是要时间比较长 而且刚才说提到 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价格的政策 去支持扶持这个行业 所以我们还要等待一下吧 对 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政策上面 对储能整体行业的影响 应该是蛮大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的 其实你就算不是新能源储能 就算是普通的煤电储能 其实现在他们如果要储能的话 对他们自己来说 好像并没有投资回报 那如果能有一个政策出来说 如果储能的现在的这些机制里面 可以给你一定的一个投资回报 那他们储能就是在 没有在这个高峰期 用电高峰期的时候 储能这个动机也会大很多 对 你说没错 就像以前有新能源开始 你没有那个电价政策之前 这个发展是非常不清楚 就是要看地方政府去扶持 但有了从12年以后 有了上往电价以后了 这个发展就更规划性 就更清楚了这样子 对 好 也得看一些个别的情况 不过刚才又说储能 说这些光伏 风电 未来两位觉得 其实在新能源的 不管是投资的角度 或者未来发展的角度 哪一个具体的赛道 更加有吸引力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家也在说 一些绿电交易 碳交易思想又推出了 大家总是在看当中 有没有什么机会 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线索 可以寻找呢 其实我们最近是 比较喜欢发电企业的 因为那种公司 更能够享受 最近一些政策的出台 比如在7月份 国家就推行了一个碳交易 碳交易这个事 我们已经看了很久了 从差不多三四年前 已经讨论很多 终于今年可以在7月份 全国性地去把它推出来 当然现在只要电力公司 能参与在里头 后面我们相信应该 新能源公司 也可以在碳交易这个市场里面 去分一部分 然后碳交易的市场 虽然现在比较少 但是理论上按道理 也会扩到其他的一些重工业 比如水泥 钢铁等等 另外一点就是 刚才提到绿电的事情 从9月份 国家已经开始试运行绿电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明显 看到那个风电跟光伏发电来说 现在在市场交易里头 是有一个某一个 重业的位置 他们的电价也明显 可以比那个 传统的电价的那位高一点 因为国家已经说明了 就是最近的几个月 如果你是在那个 上控的这个情况下 重工业 尤其一个高能耗公司 如果它是选用那个绿电 基本上它就更容易达到 年底的这个能耗的目标 是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 从限电的大局势 再讲到未来内地的新能源 发展甚至转型的 一个整体趋势 希望有机会再跟两位 具体地倾谈 非常感谢两位 最后我们的节目了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这一期财经演义 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